无十岁的陈伯最近胃病又犯了 同事告诉他何周可以养胃 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一直喝粥 没想到的是 他的胃部不是随着何周时间的延长 也愈发严重 家人看他日渐相受 去医院相患内科就诊 通过治疗病情才逐渐好转 但对于何周把胃病喝严重这件事 老陈还是有点迷迷糊糊不明就里 大家好 我是老张 今天这期视频将告诉你 一生病就何周真的能养胃吗 何周养生的正确打开方式 牢记四个讲究 糖尿病人也能何周 现如今 很多人在生病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何周 认为何周可以养胃 何周真的有这么好吗 何周 在五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周书内就有关于何周的记载 书内指出 皇帝真故为犯 通故为周 而北宋的张磊 苏东坡等名人 也经常用何周来养胃病患 这是不科学的 小心越喝越伤 胃是个需要经常锻炼的器官 不用择胃 长期吃中和以消化的食物 它的消化能力是容易变差的 北京大学地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医师田宇表示 长期通过何周来养胃是行不通的 周再进入体内后很快就会排空 导致胃酸没有可以中和的食物 容易对胃黏膜造成损伤 特别是一些本身胃酸分泌过多 容易反酸 烧心的胃食官反流的人群来说 何周容易导致本身的情况加重 如果长期大量单一的只吃一种食物 如只喝白粥、小米粥 是无法起到氧胃作用的 可见何周氧胃并不适合所有人 但对于一些胃粘膜损伤 胃溃疡以及胃肠当术后的人群 本身消化功能较差 可以适当何周来减轻胃部的压力 医生解释道 黎化痕胃病后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 想要通过何周来养胃是行不通的 且何周容易导致身体营养摄入不足 体重偏轻 变得更加消瘦 大量何周反而会导致胃部负担加重 对于恢复健康不利 哈佛大学研究 何杂兰周可延长生命周期降低死亡率 中国日报网上发表了一项 哈佛大学清醒的研究 研究人员对10万人进行了为期14年的 随访后发现 经常摄入一碗28克全古物熬制而成的 杂粮粥 可以让死亡率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几率分别下降5%和9% 研究人员在研究结束后11年的 2010年对收视者进行了反馈调查 结果发现有2.6万名收视者已经离世 在所有的收视者里 经常摄入粗粮的几乎避开了心血管疾病在内的所有疾病 值得提醒的是 该研究内提到了粥并非我们认知中的白粥 而是杂粮粥 相较于杂粮粥 白粥显得没有那么健康 现代的白米都是精致而成的 其内里的维生素 山式腥微以及矿物质会在制作过程中大量流失 导致大米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 在烹饪后 营养值少不增 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白粥内除水分外 主要的成分就是糊化的淀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 大量摄入碳水化合物 容易导致身体能量摄入过剩 但营养成分又很单一 且白粥进入体内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 会导致血糖快速上升 对于补充营养 控制血糖均不利 而杂粮没有经过精致处理 更为健康 杂粮粥增加了一些杂豆类 骨类 鼠类 不仅丰富了粥的营养 而且饱腹感也更强 有益于帮助控制坚实量 建议日常喝粥的时候 要注意控制次数 不要一日三餐只喝粥 要注意营养均衡 否则很容易会导致身体营养不良 对于胃部健康也很不利 有些人日常特别爱喝粥 也有些人完全吃相反的心态 特别是糖尿病患者 认为喝粥会导致血糖升高 日常对其避而远之 的确 粥很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 短时间内容易导致血糖上升 但在喝粥的时候做好这几件事 是可以帮助预防血糖升高的 一选择多样煮粥食材 煮粥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入玉米 豆类 黑米等粗杂粮 这些食物不仅可以让粥内的膳食纤维含量增加 还可以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 建议粗细粮的比例保持在一比三或一比二为一 二 粥不要熬得太久 粥煮的时间越长 其内里的淀粉糊化越严重 建议日常煮粥 不要煮得过于粘稠 最好用高压锅烹饪 在气发冒气后继续用小火烹饪几分钟即可 需要提醒的是 粥最好不要购买外面餐馆做好的 餐馆内的粥品煮制的时间一般较长 且会额外添加很多的调味品 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三 煮粥时不要加减 不少人煮粥的时候喜欢加减 认为这样可以让粥变得更加粘稠 但煮粥加减容易导致粥内的蛋白膜被破坏 让淀粉释放 这样一来粥进入体内会更快被身体吸收利用 对于控制血糖很不利 四 和粥与其他主食搭配 和粥之前可以适当吃一些窝窝头 全麦馒头等食物 让粥的收入量可以减少 另外 和粥的时候注意不要太快速度 尽可能慢点吃 延缓食物进入肠脏的速度 可帮助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 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 智慧养生 我是老张 祝大家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快乐常伴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